画面是微量黑色相行车准备右转一台直行机车 刹车不及自摔倒地还向前滑行 被车辆压过卡在车底 惊险画面都被监视器给拍下 消防员拿着各种工具要把车辆垫高 因为骑士还卡在里面 消防人员花了20分钟将受困车底的骑士救出 骑士锁骨骨折多处擦伤但意识清楚 车祸发生在22号早上7点多 刹车不及自摔的机车车壳碎片散落满地 车头破裂零件都漏了出来 检测双方酒车值均无酒后驾车之情势 警方现场对驾驶跟骑士进行酒测 酒测值都是零双方没有酒驾 不过这起车祸导致骑士摔进车底伤得不轻 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